那今天呢我们来解决一下会员i2a 也就是图片到视频生成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 因为有很多网友跟我发来反馈是说 呃我这个根本就生成不了提示词说的那个动作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提示词 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让会员的i2a让他有效的动起来 所以说呢有很多的问题啊 后来呢我在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也发现了大家可能容易遗漏的一些点 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些内容给他汇总起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做一下简单的测试 那为了测试的速度呢 我依然是在云平台上给大家测试 我使用的云平台呢依然是Running Hub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进到这个平台里边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 这呢我用一个混元的原生的工作流 当然是图片到视频的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有人说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让视频动起来 好你看现在这个就是啊 别写提示词 它出的效果呢基本上是可以的 当然呢它动效会不会很强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要说最简单的就是不写提示词 我不知道这个回答你是不是满意啊 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有人说我写的提示词为什么不动 我们来写一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呢还是比较清楚的 分辨率呢是848乘以480 有人说这个效果能出来吗 我们试一下啊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现在是能够出来的 那下面呢我们把它改成啊 talking 你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talking的效果就没有 对吧 然后呢我们再来测一个 我让它面向这个观察者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没有的 所以说呢就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他是不是不太听话啊 其实呢我一直在给大家说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帧数啊一定要足够长 如果有可能呢你可以设到121帧 我觉得效果应该是比较好的 如果不能的话你就尽量的长 比方说我现在给大家测一下 我把它的分辨率改成512乘以288 当然这个就肯定是不清楚了啊 可能会有一些闪动 然后我把它的长度呢设成121帧 好下边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 大家看一下啊 121帧的时候呢 这个效果会比较的明显 能看出来对吧 它的脸呢已经转过来了 好下边呢我们换一句放大一点 看不清 Running ahead啊 我们让它跑起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比较明显 虽然看不到腿啊 但是我们的感觉它是在跑 好下边我换一下talking 正在说话你要注意啊我这个sade都是1啊 所以说不存在随机抽卡的一种情况 你不要认为我在随机抽一张卡啊 然后把那个效果最好的演示给大家 不是这样啊 就是我这种子是固定的 那刚才45真的就是1啊 现在呢还是这个1 大家看一下注意它的嘴 因为它嘴看不太清楚 因为分辨率比较小啊 另外这个确实可能呈现起来不太容易呈现 但是你注意它这个姿态的确是在可能在说话 你再试一下还有啥呀 那我们试一个中文吧 在交集的来回踱步 我们开始中文能不能非常好的来呈现这个效果 大家注意啊它整个状态啊 来回踱步的这个状态 也是比较明显的啊 它基本上可以呈现出来你提示词的一个要求的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最简单的那个走路 当然这个在45真的时候就能够呈现 对吧 因为那个状态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啊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混元模型 尤其是涂生视频的模型呢 稍微有点反应有点慢 就是有点神经大条 你告诉他之后呢 他并不能在前33帧或者45帧的时候 给你一个完整的动作 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边 不止一次给大家说过啊 还有网友调侃我 说多了跑不动 然后少了呈现不出来 看了那评论之后 我才觉得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这个问题 就是我虽然在强调说那个帧数很重要 但是你不见得会重视起来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啊 你那个动作可能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没有 然后你需要大量的抽卡 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第二个就是 我现在用云平台测试的话呢 和你本地的稍微有些不同 如果你把本地的Confi UI 更新到最新版呢 底下还有一个值是可以调的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呢我切换到了本地版 那么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Confi UI 更新到了最新版 这个节点会多这样一个值 叫Image Interleaf 它是什么 我鼠标以上请注意 是说这个图片啊 它对提示词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你可以认为是图片作为提示词 因为图片进去也是embiding 向量 文本进去也是向量 那这俩 它作为提示词哪个占的比例会更高 它说更高的值会意味着 文本的提示词 它的影响力会更强 所以说呢你想让你提示词的影响力更强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值给它 给它放大 它默认值应该是2到4之间 KJ大神应该是4 然后官方的值呢是2 那我们找一个提示词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方说我们这写一个 running 然后跑一下 你注意我这同样是512 288 121帧 然后同样是这个提示词 刚才我说了就是要把这个config 更新到最新版 config更新到最新版之后呢 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图片下边会有分辨率 就告诉你这个图片是多大 原来我们还得自己看啊 现在这个就不用了 别的比较明显的可能不太多 就是像这个地方 或多这样一项 如果现在把它设成2 我们把running调一下 然后注意121帧 看采样的效果 这版工作流有可能会在这个编码的时候 出现显存一出 如果出了的话 你就重新跑一遍就行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第一遍可能过不去 然后第二遍呢就能编码过去 好 现在开始采样 看一下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 就是由奔跑的这个动作 因为我是121帧嘛 这是2的情况 然后我到10 我们直接来一个极限值啊 不叫极限值 它可以调的再高 我们到10 这个效果应该就比较明显了 然后我们再来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动作就幅度更大 对吧 而且呢 它会有一些这个围影出现啊 所以说动作太大呢 对人物来讲呢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帧数比较少呢 可以适当的调大这个值 看一下动作会不会出现 比方说呢 我们改成45帧 这个不保证 就是这种 它总是在左右取平衡 你说它是不是一定能出来 这个谁也不敢说 大家看一下还是一半啊 就是它好像在开始要跑是吧 但是没跑起来 那如果我们调到65帧 65帧是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 65这个值是不是要慎用 73呢 因为这个采样速度很快 我们可以多试几个 好 73呢 基本上就出来了啊 所以说我们说 尽量的保证 它是在73帧左右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值 其实呢 这个你不用太在意啊 不用精条 一般的你设成4的话 都是可以的啊 其实针数的影响 还是更大一些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它跑着啊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所以说通过刚才呢 我们其实发现了 混元的I2A呢 有两个比较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人物的变化比较大 大家注意啊 就这个人呢 它其实会走样 就人物的一致性 保持的不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 它这个稳定性不太好 比方刚才的63帧出来的那个情况 出现了这种闪动 或者是卡顿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这个是目前的这个 混元呢 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 官方呢 也知道啊 也发现了这些问题 所以说呢 很快的就修复了这些bug 那我们看一下 它在今天推特上的一个推文 先看这个效果吧 这个明显就没有10的那个那么那么大 是吧 下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在推特上的一个推文 关于混元的 就是第一条 它刚刚修复了这个开源版本当中 导致ID更改的bug 所谓的ID更改 就是人会发生变化 另外呢 还提供了稳定性的开关 那为什么要提供稳定性的开关呢 就是 它不太稳定 是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控制一下 那这个怎么去用呢 你当然可以直接用 Diffuser的编程方式 从包括脸上 把对应的代码下下来 直接去跑 当然 按那个需要80G的显存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另外呢 就是K神 其实已经提供了对应的扩展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打开K神的这个仓库 然后我们可以点开这个混元的扩展 然后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直接信息 看这个Fixed Model 也就是说它现在呢 已经更新了这个对应的工作流 就是使用了这个修正型的模型 这个模型呢 我们也可以在它的包包脸的链接上呢 给它下载下来 混元Conf UI 然后我们找一下 这儿有一个这个版本的 叫Fixed FP8 当然你下FP16的也可以 注意它是24小时之前传的 下载下来呢 替换掉你原来的版本 然后把这个扩展更新到最新版 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打开对应的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就可以在我们的Custom Note的里边 然后它的这个扩展那边 实力工作流里边会有一个 带Fixed Model 02.json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它修正好的这个工作流 打开之后呢 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你要注意 你加载的模型肯定是FP8 然后是Fixed 这个一定要注意 要不然你下的就是原版的那个模型 它这有模型的下载地址 你可以直接下 另外的话呢 我们在这儿呢 可以设定对应的分辨率 你可以用这个Resize去设 它这是模拟了 就是会员的原版的流程 那为了有更多的帧呢 我同样是设成了360的 当然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算力 选成540和720 然后呢就是对应的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里边呢 同样会增加这个值 默认的是4 同样指的是这个文本提示词 它整个对视频的一个影响 另外呢就是帧数 对吧 然后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就是这个模式是什么 它有稳定模式和动态模式 稳定模式的话呢 可能你的提示词 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不能说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就是说它相对来说稳定 不见得会按照你的提示词 那生成对应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我事先生成好的 因为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如果选稳定模式 采样的速度呢 会变得比较慢 因为呢它要参考的 上下文的滑动窗口呢 可能会多一些 这儿呢为了速度 我设成了81帧 所以说我这个提示词 虽然是女人正在奔跑 但是你真正看到的 我们看一下 其实并没有完全出来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啊 人物保持变得非常的棒 之前我们说的不太像嘛 那个叫ID更改的问题啊 ID指的就是像身份证号嘛 就是身份证号不变 这个人物就不变 另外的话呢 就是你想让它出现这个效果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啊 换成动态的 我们下边换成动态的 给大家采样一遍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啊 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没关系啊 因为它是在编码的时候 不是在采样的时候啊 我们重新跑一下就行了 这个在云平台上 还没有更新到最新版啊 所以说你如果要测这个功能 只能在本地来测 我们看一下这个动态模式 动态模式呢 在这儿的呈现 你会发现啊 它已经开始有这个什么了 围影啊 不太清楚的问题出现 是吧 所以说动态模式的话呢 会尽量的让它 按照你的提示词去动 但是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元素 另外你会发现 虽然动态模式下 人物的保持呢 也是非常棒的 另外呢 我觉得目前这个 KJ大神的这个工作流呢 也不是特别的稳定啊 所以说你如果真正去用的话呢 还是这样选啊 选稳定版 你可以适当的调高这个值 这个视频呢 其实我们通过了一些 高级的控制技巧 让你知道为什么 你用起来那个会员不太好用啊 其实并不是不好用啊 是你处理的方式 可能有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总结起来 就这么几点 第一个呢 就是真的长度 如果你想让它 基本起作用的话 可以设成73帧 哪怕你把分辨率调的小一点 第二个呢 其实空的提示词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个呢 更新你的这个模型 把它替换成这个修复版 效果会好一些 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呢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选择肯定的这个模式 这个值呢 2到4都可以 如果你想把它调大 这个就得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了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